我昨天畫了這個圖 我昨天不是畫這個圖嗎?對不對? 你們書本上的圖是這個圖 這是你們書本上的圖 你們現在還沒有書 等你們拿到書的時候你們再交對一下看 這是你們書上的第一章的第二個圖 它只畫一條線而已 這條線只是一個溫度而已 它用的這個量不一樣 它用的這個量是ω 我把這兩個量的物理意義寫下來 這是RT R是這個名稱來的 這個R 這是R 知道怎麼來的 R.C R.C 就是輻射量 它定義是這樣子 單位時間 單位面積 在某個溫度T 這樣清楚 輻射出來怎麼樣? 輻射出來的總能量 就穿透了 一個單位面積的總能量 叫做R.C 這個總能量可以分成很多貢獻 不同頻率的貢獻 這樣清楚嗎? 不同頻率的貢獻 然後這個量 就是我們可以把總能量分成不同頻率的貢獻 這樣清楚嗎? 這個量乘向DNu Nuーン 就是頻率 就是說 在這個範圍之間的怎麼樣 的貢獻 然後你們辱射這個量叫做 这个成像这个 跟这个地势 你看这个跟这个 但是这是用怎么样 不要忘了这是坡场 这个土是频率 这个土的横走 横走是频率 这边的横走是坡场 但你可以把坡场把它换成频率 知道这个意思 这个量跟这个量稍微不一样 这个量是叫能量密度 但这两个是相关的 我把定义写下来 这个量在乘上dlambda 就是说 这是能量密度 能量密度就是单位体积内的能量 那在这两个 这里跟这里 这两个坡场之间的贡献 这是你们书上的 你们书上去用这个 那你们知道 这两个是有关联的 这两个是有关联的 你可以写一个正比 对不起 换成频率以后 因为这是坡场 这是频率 你把这个换成频率以后 是成正比关系的 听清楚吗 那我们看怎么样把 怎么样把这个换成频率的函数 那要换成频率函数 我们就是要把那个频率跟坡场的关系先找出来 那我们知道 那个频率是等于 光速处于坡场 对不对 也就是说 那个坡场是光速处于频率 那你们学过应用数学 你们会学到 变量展望的时候 可以这样做的 我们现在要这个 我们把原先的换成这个 这个要换成这个 怎么换 这是适学 这是应用适学的 就成了什么 这样换了没有 就说 那这样的话就换成频率的函数 那我们这个告诉我们说 第一 这个微分都会做 等于负的多少 负的C 然后μ平方 对不对 然后这个就换成 变成这 这是你们书上的公式的 等你们拿到书 你们拿到书的话 去校对一下看 这样会的 那古典物理 古典物理告诉你们 这是古典物理告诉你们 这是波尔兹曼常数 波尔兹曼常数 成像绝对温度 就是热激发能 也就是一个自由度 就叫热的激发能 然后这是能态密度 就是能态密度 就是说 在这个频率下 对不对 在这个频率下的话 它有多少 在 就是我上次跟你们倒那个 就是状态数目 状态密度 就单位频率内 单位频率内的状态 状态数目 那我们上次算出来 结果是这个 这是古典物理告诉我们的 这个是没办法解释那个图的 就这个 没办法解释这个图 这边是用频率 所以那边也是频率 没办法解释这个图 我就不用写了 这个结论没办法解释那个 左边那个图 然后普兰克 普兰克告诉我们 这是普兰克告诉我们的 这结论 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两个是一样的 只是后边原先是KVT 现在变成这个 这边我稍微更提醒 在书上是这样写的 上次是μ的三次方 这边有个平方 这边一次方 对不对 所以变成μ的三次方 你们看书上是这样写的 那你可以写成这样子的 OK 那我们开始进入 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我们叫 波跟粒子的双红性 那我们知道 我们在把那个 我们刚刚的 黑底辐射那个实验都有 所以我们做黑底辐射实验 另外呢 另外还有什么样 另外就是光电效果 然后再加这是谁的解释 普朗克 就是那个光电实验 是Einstein解释的 那Einstein就引进什么 引进什么观念 Einstein就引进什么 引进光子的观念 就是电磁波 电磁波 你可以把它看成很多粒子 每一个粒子的能量 每一个粒子的能量 基本单约是h nu 那一个h nu的正能量 我们称作一个光子 波筒 英文叫波筒 我们是翻成光子 那这个观念 这个观念是Einstein引进来的 所以我们这边就 电磁波就变成有两种方式 在叙述一个电磁波 一个是波动 波动是原来我们就知道的 波动原来我们就知道的 然后在量子的历史 然后这些实验告诉我们说 光子又要用怎么样来叙述 光波动 对象 电磁波又要用光子来叙述 那你怎么样 把这两种观念 把它合并在一起 这是Einstein的贡献 所以Einstein就把光的电磁波 波动的性质 跟粒子的性质 是把它把两种整合起来的 所以 它把那个光的电磁波 它把那个光的电磁波 把这整合起来的 就是Einstein把电磁波的波动特性 跟粒子特性 把它整合起来 那怎么样整合呢 我们在看以前的光学 怎么样去叙述一个电磁波的 或者去出光的 我这边画一个图 我们原先的波动的观念 这边是个光源 那光源会附射是电磁波 对不对 那它 不设出来电磁波 我们用什么来叙述 我们用波浅来叙述 还记得 学过这个名字吗 那波浅是这样子 就是用一个同心圆 就同心圆这样扩散出去的 那通常我们这是我们原先的观念 那我们怎么样用这个观念引进到光子的观念呢 到底怎么样 我们知道光子是什么意思 光子就是它有一个基本能量 那基本能量 然后它怎么样 限制在一个空间里头 那如果我们原先的电磁波的观念是什么 它是扩充到无限远的 电磁波 我们再复习一下电磁波 我们要复习一下电磁波 电磁学的 我们常常用这个 我们如果用熟数来表示的话 我们用sign波 这是我们用时数来叙述的电磁波 我们在物理上比较方便的是用复数 我们用复变的函数来表示 然后其他时数部分 在我们量子物理 复数变成非常重要的去描述方法 而且量子物理一定必须要用复数 我们后来我们会证明 我们会证明波函数一定要用复数来表示 所以我们描述电磁波 我们可以这样叙述也可以这样叙述 我们用一个sign sign就是harmonic 就是协和波 那你也可以用这个叙述 那可以用这个叙述 我们知道k是什么 k是坡数 或者讲坡相量 那坡相量的单位是什么 它是二π除以λ Omega我上次講過,是二π乘下Nin,就是角頻率 那這兩個之間有個關係,經流光束 我這邊要講的是,你們知道這個函數代表什麼意義? 這樣一個數學函數代表什麼意義? 這波都沒有錯,我說它涵蓋的空間 它涵蓋的空間,它是涵蓋所有空間 那我們知道電磁波的能量是什麼? 電磁波的能量密度,我講能量密度 一的平方,還有加上磁場的平方 電磁波也有磁場 一的平方叫磁場,只要用CJS單位之後 你把這個做積分,對整個空間做積分是多少? 總共是一的 對所有空間積分是多少?無限大 可不可能?不可能,這不可能 所以,我們以前在學電磁學的時候 譬如說天色到電磁波 其實我們量子物理也一樣 我們常常用一個單頻率 這叫單波響,這叫單頻率 我們常常用單波響跟單頻率來敘事 敘事一個,現在是電磁波 以後我們會談到敘事那個電磁的平面波 自由電磁的波函數 但這些都是怎麼樣? 都是一個代表量而已 不是真正的電磁波 那我剛剛跟你們講過 這個基本算是無限大的 也就是說單頻率跟單波響的電磁波是不存在的 因為它的能量是無限大 所以真正的電磁波是什麼? 有沒有寫過? 真正的電磁波我們叫Way Packet 這個名稱聽過沒有? 波包,對 我這樣寫 我這樣寫 聽清楚嗎? 實際的也就是真正的電磁波 它是波包 不是單頻波 不是單波廠 也不是什麼樣 也不是單頻率 那我波包知道 那你知道波包有什麼特性? 波包有什麼特性? 波包有什麼特性? 就它侷限在一個怎麼樣 一個有限的空間裡頭 我把這個波包畫出來 這是一個波包 所以波包它侷限在哪裡? 它只在這個空間裡頭而已 波包的能量分布範圍是在有限空間裡頭 這樣清楚嗎? 所以你要了解光子的觀念 你要建立光子的觀念 你就要用什麼樣? 就要用波包的觀念 這樣清楚嗎? 所以光子它限制在怎麼樣? 限制一個特定空間 一個小空間裡頭 那這一個小空間它帶有能量是多少? 代表能量是Hν 這樣清楚了沒有? 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就用這個觀念來理解 那個愛因斯坦怎麼樣去解釋 怎麼樣去呈現光子的觀念 所以我們這個圖 這是個連續圖 那我們剛剛已經講過它不是連續的 它是一個波包的形式 我們現在畫成經尾